我不想杀人 这次的打斗呈现了非常非常刺激的 放开他 导演他也跟我说 就是他一辈子没拍过那么多动作的电影 三天以后 机场安保中心集合 也是 浩军本来是非常好的一个高级国际安保员员 我的太太女儿都在上面 他为了整个飞行方面的安全而付出他的所有 匪徒不是单一个 高红军跟这些匪徒 斗斗的每一场戏 希望有不同的效果 每一场戏就有不同的打斗的元素 在里面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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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工作上面的那种要求是 往真实人的体能能完成的那个方向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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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飞机里头 局限其实很大的 所以我们这次的动革也是要 跨 要马上表现 演员 他们有这个身手 我的气场上到你了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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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做了三次 每一个演员都需要自己付出的比较多的时间 而且是自己去打的机会会比较多 那受伤的机会也比较多 没问题 带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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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德娃先生他有很丰富的经验 他每一个细节都能关注到 把自己的经验都是会给到我们 他对这份职业的热爱是埋在骨子里的 我是不会让你们有危险的